主料,新鲜鱼400克,主料,干辣椒10克,花椒10克,花生仁50克,大葱炖30克,酱片10克,蒜片10片,辣椒粉1勺,生抽2勺,老抽1勺,料酒1勺,陈醋1勺,砂糖1.5勺,细烟0.25勺,鸡精0.5勺,味精0.5勺,虾麻油0.5勺,准备时间, 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鱿鱼去度,剥去软补,薄去表皮,洗净,将鱿鱼身切开了半,打张花刀,再切成三角形,时间成约3厘米长段,锅内放入精水,加入姜片5片,料酒1大匙,吸盐1茶匙烧开后,放入鱿鱼泡制全洗,捞出,提前20分钟, 炒锅内放冷油,放入花生米,下至松脆捞出,放凉去皮,剩下的油,放入干辣椒段,花椒爆香后,放入姜片,蒜片,葱炖爆香,放入里进水的鱿鱼圈,辣椒粉1茶匙翻炒,同时倒入工宝汁和水淀粉,大火发炒至收汁,倒入去皮花生米,淋上少许香麻油即可,烹饪技巧, 做工宝菜,花生是去皮还是不去皮,花生去皮后口感更好,鸡杯汁淋湿了就起皱,口感不酥脆,苦涩,做工宝菜试得够薄欠,这样才能挂住酱汁的味道,但又不能太厚,新鲜鱼鱼不经煮,越煮越老,所以烫和炒的时候动作要快,不要在锅内停留过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